每次有空來看電車都想起鐵路完善的建築 尤其是西港城 它的面貌經過幾十年的風吹雨打都好像沒什麼改變 每個神氣的升起都表示一天的開始 路上的行人為了生活 忙忙碌碌 瓶瓶婆婆 聽著我們的電車相 在緩慢的電車上面 看出去節奏急速的香港 每次經過盟含西街 都會想起街上的中藥財譜 會不會消失呢 或者有一天他們會全部被人拆光 變成福利堂和的店 不知道中藥財譜裡面的人情味會不會消失呢 我不知道 咦 它也是在這裡 電車上面看書 感受電車行走的震動 聽著鵝頸橋打出鏡的聲音 不知道這些東西會不會消失呢 即使路途多遠 我也決定要與電車走到下一個世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